赵孟哲一场一进一刺 在很长的一个疫情期间 一开始还是有一点恐惧 之后就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茫然 连续的四五天时间不出门 在家里写东西吧 然后就变得很失落吧 我是德国人 我一直在中国拍电影 平时就算一年不那么忙的情况下 一般也会大概一年拍两部电影 我们都基本上属于 可能大部分的人属于比较是自由职业职 没法拍戏就没有收入 也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了 没有什么单位能帮你 也没有什么太多别的可能性 只能说升等的 像我们还租着房子对吧 然后都每个月的房费 然后你的保险费 各种消费 那肯定很着急啊 电影行业是 这是受到疫情影响冲击最大的一个行业 所以有大量的影片 停拍 停止放映 然后或有一些其他因素 导致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 在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这个地方是有数百亿的减少 甚至可能会减少五百亿左右的数字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行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很多实体的授权商非常受打击 我们以后的合作方式 甚至公司已经倒闭了 此间上也是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我也是为了公司的项目 也是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了 因为随着这个整个疫情的形势变化 我就正好我就说把自己的状态弄好一点 我就开始瘦身 瘦了十几斤 因为知道疫情结束的时候肯定要开始 很多积压的工作都得成倍地扑过来 我会觉得说 做内容的人 这句话虽然听上去有点装 但其实你确实有时候得买得入乎寂寞 如果你热爱这一行的话 你就得拥有信心 大家平时忙 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充电 那么这段时间就正好 大家把以往的工作当中 所有的一些问题提炼出来 开研讨会 那么针对这些问题 各个单位全部开始做培训 当你面对很多焦虑 那我只是找到一个方法 就是做饭 既然你做不了你的剧本也好 或者讨论电影项目也好 那我就彻底做饭吧 好像你把拍电影的那些劲和思维都用在做菜上 那我怎么拍它呢 我拿谁的手机好一点 那个盘子的颜色怎么样 好像你的那种专业的那种思维又上了 然后觉得好像得有灯 你得有光 然后我妈也会帮我举灯 我女儿也会帮我举个灯 因为之前前几年大家都走得太快 跑得太快了 因为是整个也相当于是市场 推着大家往前跑 那疫情来了呢 大家都能沉变下来 好好去想一下 就是我们作为从业者 未来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就刚好那段时间 觉得也确实是别的事干 然后就开始写电影 从前期一直到完成片 技术流程的一个白皮书吧 然后现在是一个大概 两百六七十页纸的 这么一个东西 确实是一本书了 有一次是我准备做晚饭 然后我就跑到阳台里边去拿 菜和葱蒜啥的 眼睛的余光 我感觉到好像楼下有人在拍戏 然后拿完菜起来之后 我一看 真的是一个小剧组十几个人 就是你的行业 在你楼下突然 给你展现了一下的时候 看着还是亲切 还是有人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还是在拍东西 好像有一段时间 有点很认真的问一下 说我要不要转行 是不是可以不用干电影这个事了 但我想了想觉得 好像还是应该去做电影吧 就是好像你的所有的爱好 和你的热情 其实还是在那边 我去横店我一看 所有的剧组都开工了 在现场真的是很有感觉 因为我那副导演 就是一天整个人晒得黑人了 就是脸 脖子以上全部是红 在太阳底下根本是顾不上去插汗 或者戴摄样貌什么的 就根本就是 的确是很忘我 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 打了鸡血了 这个感觉 我们拍摄期间 在屋里边人都戴着口罩 演员不戴他们都戴着 在热天灯烤着也戴着 他们慢慢现在也习惯了 那摄影多累啊 一脑的汗都戴着我的口罩 应该这样 应该让大伙知道这种紧迫感之后 对待自己这个专业那种认真负责 是吧 真的责任性提起来 那天就是不知道怎么就走邪了 他一划就摔了一脚 骨折了 去医院看看 我跟那个医生闲聊 他一直说 你最好在床上躺个六星期 后来我说我觉得一天都不能躺 我觉得我们公司非常好的就是 公司同事的起情协力 同舟共计 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 压力最大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呈现出 希望能够一起谈到这么一种状态 每个人都在说现在变了 我们应该去想想办法 去搞点精品出来 我觉得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检讨我们目前的现实生活 而不简简单单是或者不单纯的是推销我们的白日梦 我觉得我们在审核要求方面 比以前要更高更苛刻 连员工都觉得 以前这样的镜头 你审核之后就能通过 为什么现在让我们赶来赶去的 随着这个疫情之后呢 它可能会对市场存在一个 去促取精这样的一个效果 因为前面那些很多的一些影视作品 已经把中国的就是包括像古装剧啊 这样的一些年代剧历史剧的一些高度 已经做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那么你作为后来者的话肯定是 你不说超越它 至少要让自己作品保持在这样一个 比较好一些的一个水平线上 当你手里有工作的时候 那你就先把手里的事情先做好 这其实是大浪淘沙 然后给那些真正有定力的 有持续生产好内容能力的那些公司 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你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你在市场上进一步地证明自己 我艺术学院毕业了 我们借当时就有诡句名言 人生在那边听 就是孙女过后还是想 该经历地听一听 我不甘心 总会过去的是不是 再坚持一下 我们都说做动画的人是 追梦人嘛 有梦想就一定要去追 你要知道 如果一个状态让人很痛苦 你是无法坚持 一定是这个状态让你并不痛苦 而且你还很投入很习惯 我比较幸运的是 找到了一份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 在中国做视频行业这件事情 它有无限的空间去让你发挥 一定是能够找到你自己位置 这个内容啊 魅力就在于它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就是非标品 我觉得我们对内容层面的挖掘 可以做得再深入一点 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到大海边 你看到大海上的浪花 你说这就是大海 但实际上浪花只在大海表层几米高 大海的最深处有一万多米 没有浪花的部分才是真正的大海 那我们内容也是 我们内容也可以再深入兴趣 结合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 探索到中国人民真正内心的需求 做得再深入一点 做内容真的是个很幸福的事情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焦虑也好 痛苦也罢 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必然的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东西 被更多的人看到 我觉得那就是不断地提高自己 修炼自己 去找到观众究竟爱看什么 然后找到那个观众最爱看的 和我自己最想表达的中间的那个 连接点 那个契合点 然后去实现它 认真是对内容行业最起码的尊重 是追求热爱之前必须要给出的诚意 认真是对统筹全聚之下 每一个环节的细致把控 是搭建艺术宇宙最牢固的材料 是和每一尊画面较劲的不服输 认真就是用心经营每一天的生活和工作 是面对机会和挑战时的精心症 是为了更高概率地铲除优质内容 认真是保证作品每一项水层 没有写和信息 是在困难时刻硬扛大物的决心 认真是迅速应对行业变化不变的态度 是无论何时都不放低精品内容的评判标准 认真是百变的细剧人生中 永远不变的坚持态度 是扮演好每一个平凡而有价值的小角色 认真是让内容行业不断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 是追求极致的过程中坚守的初心 是让情怀走得更远的底气 向所有坚守在内容行业的战友们致敬 向所有坚守在内容行业的战友们致敬 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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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所有坚守在内容行业的战友们致敬 优酷 优酷 优酷